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一个部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心明在止于至善 在明明德 两个明放在一块 前一个明词 明是动词 后一个明是形容词 对吧 这很清楚 明明德 明做动词讲 那么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张明擦亮 使一个东西放出光芒来的意思 张明擦亮 使一个东西放出光芒来 使什么东西放出光芒来 使明德放出光芒来 使内在固有的光明倾向 放出光芒来 四书 大家注意 作为思梦学派的著作集 这个地方我们已经讲过 四书作为思梦学派的著作集 它一定有它共同的思想基础 因为既然是一个学派 那么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 就在于 孔曾思梦 在理解人的本质 或者说理解人性这个方面 都从温暖光明的方面 理解人性 这点很关键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里面 即使像荀子讲性恶 其实你真正去看 这荀子的思想的恶劣影响 其实主要就在于 它明确的标准性恶二字 这个理论形态 我们且不管它的理论内容 这个理论表达就是败德 所以后来到了北宋的时候 像苏东托 批评孟子 就讲得非常清楚吗 说你孟子 如果你孟子不讲性善 荀子那个家伙怎么会讲性恶呢 对吧 我们一看就知道 它更不能容忍什么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其实你如果真的透过 荀子的性恶这种理论表达看 它实际的理论内容 有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 叫周志成 他一直认为荀子不是在说性恶论 他说荀子说的是性谱论 谱是谱素的一个谱论 这个理论基本上可以成立 可以成立 但是荀子确实明确 这本书里面明确的讲性恶的 这你也是讲不了 但它实际的理论内容讲的是性谱 所以中国人没有那种原罪的心态 好像我们只要活着 就对谁充满抱歉一样 我们活着为什么要对人充满抱歉呢 我妨碍了另外一个人出生 所以我充满了抱歉 那问题我还活着呢 我暂时妨碍他一会儿也行啊 对吧 该来的都会来 对吧 着什么急呢 有什么可说的呢 对不对 而且那个原罪的讲法 居然来自于一个无聊的传说 就人类始祖在伊甸园犯了个错误 他犯的错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我们确定有学员关系吗 对不对 所以没这个道理 中国人的基本心态 我倒觉得无论是儒家倒家 都有一个基本心态 我把这个理解为原善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说法 我觉得某东三说的这个原善就是扯 没有这种原善 你追求这种原善就意味着没法实践的事 人在某些地方 某些场景里面 我一直在强调 如果一种伦理实践 最后人们居然追求的是不可实践的 这种原善 那这种原善几乎可以叫做伪善 你是做不到的 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 你在努力追求善的过程当中 你同时不得不承担 你追求这个善的时候 必然要带来的对恶的承担 听明白 所以以后不要再拿那种无聊的哲学问题 当哲学问题了 比如一条铁轨上面 有俩孩子 那边有一个 这边搬到工 这边如果不搬到 你俩孩子没了 如果一搬到上 那一个孩子就没了 那你要天天讲的这个东西 我跟你讲 你人家理工科的人 对你就是怎么像 你这种思想 就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你除了给人类添乱以外 没做任何意义 你留思心 你留思心的囚状闪电 你读不了 你怎么读啊 那为了救一城的人 毁掉一个 毁掉一个班的孩子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现在有人说 那天我就有一个学生 我为这个问题困扰了 不是我困扰 学生来烦我 烦了好几回 每次他一张嘴 我说你就要问这个问题 是吧 我说你这边两个孩子 那边一个孩子 那我说我这边给你加 这边我给你加到一百个 这边一个 你是不是好选择点 我现在给你加 这边两千万北京人口 两千万北京人 这边就两孩子 你怎么选 这个时候的班道工的道德 从儒家的角度上掉 或者说从我认为 从整个的这个 中国古代的 无论是儒家和道家 哪家都有这种名答 就是你这个时候 你追求的不是这种圆的善了 你这时候承担起 你命定的恶 是天下之大善 我说明白 哪有那么简单 但是有一点 我倒觉得中国古代 一直讲这种圆善 本圆之善 生命本身的善 一株小草在路边 顽强的生存 它原本所既有的善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 那回到这个地方 这样的一种 从更多的 从人的温暖光明的方面 来理解人的本质 我觉得这是 不仅是儒家 不仅是思梦学派 甚至是整个 我认为 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为什么在 思梦学派的这个建构当中 他如此的强调 人的本性当中 那种温暖光明的倾向 注意 这种人性指的是 不可磨灭的人的本质倾向 这种不可磨灭的人的本质倾向 是温暖光明 那这个是 这点我们是要特别强调的 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 在没有上帝 末日审判和彼岸的 这个结构里 因为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我这段老讲 我们这个民族是 唯一成功解决了 上帝之死之后 世界如何安排的 生活如何安排的 这样一个文明 其他文明 上帝都还没死 那我们三千年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没有上帝 没有彼岸的保障 我们中国文化的特点 始终都是此案性 这一点在孔子的哲学里面 表现的特别特别的清晰 谓之生 焉之死 所有一切指向 此事的饱满 这个是我们 我们这个哲学的这个 根本精神 那么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既然没有那一套的保障的话 你强调 人的本质的恶 就无法建立起 有效的道德生活 这个你慢慢去 你稍微思考思考就知道 在没有上帝保证的情况下 是没有办法的保证 那当然要强调人性本善 你想想 人生生活中 你看就知道了 我们这场语言当中 一个孩子在那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定说的 你这孩子怎么不干人事呢 你没见哪个人在学了一封 在旁边我们说 你这个人怎么不干人事呢 对吧 人怎么能干这事呢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强调人的本质倾向是恶的 那也就意味着恶才符合人的本质 做坏事才叫人事 所以这个语言非常清楚 那到这个地方我简单讲到这 那么这种不可磨灭的本质倾向 其实到孟子那个地方讲的 讲的非常清楚 比如孟子讲侧隐之心 人人都有的侧隐之心 同情心 普遍的这种同情心 普遍的羞耻心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视为 这个不可磨灭的这种光明倾向的体现 那么这样一种不可磨灭的光明倾向 他是有可能被遮蔽 被什么者 被我们 个人的私欲 这个到宋明道学的这个传统里面 就宋明理学那个地方 讲的非常清楚 就是天理人欲之变 那么这个人欲当然是指过度的一网 各度的一网 以后不要再误解了 我就觉得这个普及了这么多年 还有人去误解说存天理灭人欲 那个人欲是人的欲望 儒家怎么可能灭人欲 要说接近于灭人欲的 佛教好不好 那是要灭的 对不对 你这个 不能结婚 对不对 不能繁衍 那你叫不叫灭人欲 儒家不讲这个 我们讲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在发明单性升职之前 这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吧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儒家这个传统里面 其实从来没有说要灭掉人的欲望的这个问题 饿了要吃饭 渴了要喝水 这从来都是人心 或者甚至你可以强调把它强调为天理 你可以把它强调到天理里面的怀疑 只有过度的欲望才叫人欲 那么过度的欲望就会遮蔽你的名德 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分析有点简化 我觉得这些年的精神成长的过程 就是我会发现原本被我看得太简单的东西 我现在看得越来越复杂了 原来我试图看得特别复杂的东西 我现在发现其实它原本很简单 有人的品质 人与人的这个高下之别 在面对人面对事的时候 这个高下之别真的就是公私这一念 是公还是私 你一念之危 发动出发心利益 在公道上 在公义上 你这行为再怎么错 也不是走板的 也不至于荒腔走板 对吧 你这人呢 念念都在私意上 你就是再高明 你那个事做的 最后也是牛犬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是天理人与之变 人与遮蔽天 好吧 那么过度的欲望遮蔽了我们的 遮蔽了我们的名德 对吧 你刚才举个例子 都知道要安顿老人 那为什么 总有那么多不去安顿老人的人 对吧 收入是一个问题 但钱有多少算多呢 有多少算多呢 如果你的欲望永远超过你的收入 你永远钱都是不太够的 我见过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你就觉得他收入也不低 他怎么怎么总是活的 那么的猥琐 真的很猥琐 因为朋友一块吃饭 他连做事付钱都没有 对吧 你总在做事付钱 对不对 没有 当然我们一老朋友 这个当然他这个情况是属于 太太管得太严 可能人太有魅力了 我说的这些朋友都不是 都不是你们熟知的我那些朋友 真的不是 一个都没有 那个是外面的一个 我们一块去 另外一个朋友那儿 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朋友都很年轻嘛 三人出头 出来的时候他跟我说 立华哥我十块钱 我说你干嘛 没有坐公交车的钱 包给逗逗 我说老天 太有意思了 这人活得这么委屈 我怎么讲到这儿了 你这人呢 就说你要真是欲望 无限的 你什么都 那你愿的不够啊 那你愿的不够啊 那你带来结果 你当然你 你即使有再多的钱 你也没有失 没有办法去 想着去安顿自己的父母 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我们过度的欲望 遮蔽了我们名的 比如我们举侧隐之心 同情心 我们都有普遍的同情心 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的时候你的同情心 能够转化为行动 有的时候同情心 不能转化为行动 有的时候 这个同情心 转化为行动的时候 很容易 有的时候 这个同情心 转化为行动的时候 很勉强 对吧 那你就去体会体会 什么东西导致了你 明明有强烈的同情心 却没有付出行动 这个你体会体会就完了 对吧 比如说我 我去坐地铁 我要是平常 这个 没事的时候 有老人家在我旁边 像不像就 就站起来让了 但是如果讲了一天课 因为我一直站着讲 对吧 有的时候讲六个小时 站六个小时 那就很累 那个时候你要让我让呢 我多多少少 就会觉得有点勉强 确实会发生这种事 我发生过 真是在让的那一瞬间 做了一点小小的天人斗争 天人交战 这个确实是 确实是做过 那一瞬间 我委屈的 我是心想 第一我比老人家累多了 这是第一理由 第二 我不就是 嗨 我要讲道家该多好 我说我想讲道家该多好 我要讲庄子 那就相望于江湖 这么一点小小的 就当这个心里的复杂 非常麻烦 当然就是这样 你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当然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遮蔽了明德 那怎么明明德 怎么明明德 在这个地方我做一个跳跃好了 这个 我自己的体会 明明德 只有从一个地方入手 就是明道理 其实真正把道理讲明白 真正体会到这个道理 把这个道理理解的深透 以后你会发现 知之深 行之独 你自然而然就破掉了 这种破除私欲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根本还是从道理上讲 比如几个例子 有的时候你讲得失问题 有一天 很多年前有一天 我从北大东门走路 到四月 咱们是四月还是六月 四月 刚搬了几年就已经忙了 就走路到四月 就在一路在那想得失问题 什么叫得 什么叫失 到四月门口的时候 觉得自己想明白了 这什么叫得 其实你能得到什么 对不对 你说你攒了一堆东西 那又怎么样呢 你像我这种 喜欢喝酒的 一般都攒些好酒 对吧 你攒好酒干嘛 临终前看一眼 我肯定不是啊 那我是随时 跃跃欲试地 等着好朋友来 帮我分享掉啊 就非常快乐 那你这时候就想 那你能用什么得呢 我最后的体会 我说真正的得 实际上要 取决于你帮助了多少 其实这是真正你得 你进一步地讲 那上天让我们 哪个人 或者说让我们大部分人 有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你比较强悍 你拥有力量 拥有健康 拥有心智 那要干什么 就是要承担起对弱者的责任 非常简单 斯芬克斯之谜的儒家解答 很简单 我自己以前讲过 我说斯芬克斯之谜的儒家解读 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弱者 而且终将是弱者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受到过 无数人的呵护和照料 而且终将还要受到无数 不知道多少人的呵护和照料 那么在你自己拥有一段 比较强悍的生存状态的时候 你逃避这种承担对弱者的责任 这种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贼 你偷了你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 对吧 还有比如举个例子 你说对人要宽厚 我这人一向对人不宽厚 我这个 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我要是十几年前 是吧 对 我现在脸上还时不时流露出嫌弃的表情 这个确实是有 我也知道 后来慢慢的多年这个体会 有一次我在探员 我就在讲 这其实我告诉你这个读书名理 不光是读书名 你要慢慢的在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 你要去体会 我在探员有一次这个 本来我过去去陪太太和孩子玩两天 最后我太太一不留神发了个朋友圈 就暴露了我的情绪 然后那探员的朋友们就要请我吃饭 然后晚上就被逼无奈去跟人喝了好多酒 我儿子给我数大概一个半小时喝了26杯 喝得就很不舒服 这个倒也没喝醉 但是那天就很不舒服 主要是他们本来都是挺熟的人 然后他们又就带了两个我不熟的 然后带的那两个我不熟的 那长得又不对 我就特别烦 你长成这样 我给你喝酒 喝吧 那也没办法总要喝吧 然后晚上就很不舒服 然后我就晚上在那想 我就说人家没惹我 人家对我也很客气 为什么这个人就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这么烦他呢 这什么道理呢 我瞬间后来我突然有一个领悟 有一个体会 其实我们每个人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是经历了一连串的选择放弃 偶然的获得和不得已的收 不得已的错过 就是你本来想要 但是你拿不到 这个是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你到我这个年纪 就特别能够体会这一点 就每个人走成这个样子 其实都是我说选择放弃 这是主动的 偶然的获得和不得已的错过 这是被动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 每个人其实都是这么 这么成为 成为自己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 以后你可以把你生活中 遇到的所有 其实不视为别的 视为自己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你讨厌的不是别的 你讨厌的是自己的一种可能性 你仔细听会就知道了 你看到有一个人 你就莫名其妙的就特别欣赏他 十有八九 就是这个是你不得已错过的一种可能性 你看到一个人就特别讨厌他 非常有可能就这个就是你主动放弃的一种可能性 或者你一不留神 偶然的有了一个放弃机会的可能性 其实在这个意义上 那你一旦体会到他人都不在你之外的时候 你不过是面对的都是自我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 这当然是我的一种体会 那我还真开始发现 其实看来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 你一旦体会到每个人活得不容易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这些人就会宽宜 那么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在这讲说 明明德根本处就在于明道理 那好了那么这是我们讲明明德